那甚至連今天包括蕭聚成也說蕭美琴很強 甚至如果是賴蕭沛的話 他認為蕭美琴還會搶到國民黨年輕人的選票 國民黨有年輕人選票嗎 好 會搶到年輕人選票 蕭敬妍是一票好不好 一票一票一票 不小心刺傷了我們年輕的蕭敬妍 蕭美琴出來連蕭敬妍這一票 同樣姓蕭都搶過來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就連對手都覺得蕭美琴是很強的 所以我認為說賴蕭沛這個大家來講是比較沒有疑義的 那回過頭來再講到這個侯友宜的部分 侯友宜他拋這個治安政策 照理說是侯友宜應該是最有把握的 因為他當過警政署長 而且他在警戒這麼多年 他所有政策可能會 比如說是參考別人 或是說這個可能就就會比較老實幫他上課 治安政策不應該 他應該是最如數家珍 可以信手你也來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提這個剛剛勇哥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這個事情 可以來反駁他 代表說他的視野不夠 高度不夠 你就是對比其他 比如說賴清德 他做過立委 做過市長 然後做過行政院院長 然後做過副總統 整個歷練是非常的完整 等於說他丟了政策 會考慮到全盤方面 那侯友宜的話 因為他只做過警政署長跟新北市長 他的東西會比較狹隘 他就是頭痛一腳 腳痛一腳 對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而且甚至變成頭痛一腳 腳痛 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對 因為這個集讀署 其實如果真正當過警政署長 跟真正當過調查局長 當然他們知道 不是這樣子做的 而是所謂的橫向的聯繫 所以有檢察官 我們現在高檢署就有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集讀的一個辦公室 而且因為所有的這一些人 他們都必須要接受檢察官的指揮 所以真正的是在檢察官那裡 而不是在集讀署 所以檢察官因為偵查是由檢察官當主體 所以包括你要去搜索扣押等等 都要拿 經過檢察官向法院申請搜索票等等 所以真正的要把他整個統合調查局 警政署 移民署 海巡署 跟統合憲兵等等 整個統合起來的 應該是在高檢署 而現在有沒有 現在已經有了 而且運作得非常好 警政署也很滿意 調查局也很滿意 因為彼此之間就有溝通 而且彼此之間地位是平等的 你弄一個集讀署 集讀署就可以指揮警政署 以後警政署集讀 就通通要聽 聽他的指揮 這是胡扯啦 所以我要講這句話說 侯友宜實在是 拜託的啦 你是到底做警察 到底對整個行政的這些體系 你到底是有研究嗎 所以這題我們派勇哥出來吐槽他就可以了 就整個格局啊 工作人員 因為我當過內政部長 我知道這怎麼一回事嘛 大概就是缺少這個力量 他這個方法 格局只能做警政署署長 還不夠格 他根本不夠格 他做警政署署長實在是抓到啦 這劉家昌講說 草包裡面沒有草 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啦 我又是讀法律了啦 我律師當這麼久 所以整個二十一 二十一世紀的集讀方案 這個反讀裡面 是在高檢署 以前有個檢察官姓王 他是下面的執行長在處理 然後呢是由高檢署的檢察長 包括以前陳守煌下來 好幾個 通通在處理這個事情 包括現在的檢查中長 邢太超以前他也在處理這個事情 由他一起來處理來統和 非常的順利 到底侯友宜你是辦法不辦法 他連這個都不懂 竟然去提這個 我一直想不通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讓大家知道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 怎麼去批評這件事情 看我們的節目 我就可以告訴你 這就是什麼 真正他不懂的 所謂的國家的一個體系 所以我感覺實在是認真說 有一點鼻子 欸 蕭敬妍 沒去到外面 你們會讓友誼才會這樣啦 敬妍啦 不會啦 這個反正政策 現在陸續拋出來 後來也不是 這個政策是 這個政策 哎唷 拜託 她也知道 這是笑話的政策 你不要為難來賓 因為你當過內政部長 他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笑話嘛 他只能成立單位 好像他有方法 好像單位成立他就有方法 特徵組也是一樣 基督署也是一樣 以後不出方法 他新北他也成立一個 去讀局啦 就會解決了啦 詐欺取締署 專門取締詐欺 然後再成立一個什麼 違規停車署 違規停車署 風化 風化案件取締署 以後什麼都成立一個署 對啊 拜託你 欸 侯友 你要選總統 你當作什麼 連警政署長都不敢這樣提 他會拋這個 當然是因為最近 包含這個毒品的事情 然後大家在討論 所以拋出來 就像其實你看 我們面對這個 這個詐騙啊 然後數位部 我們也成立 可是看起來 這個方面還是沒有改善 所以說到底成立之後 其實詐騙 我們沒有詐騙 詐騙不是數位部 取締 他只是在這裡 一些方法來協助 來甚至做一些 在數位防止等等的工作 那只是其中 我們所謂的詐騙要取締裡面 其中的一個協辦的單位 事實上也包括海關 事實上海關也是在裡面 集毒海關也在裡面 我再告訴大家 集毒海關在裡面喔 海關集毒有 因為一些進來的 郵件交通部也在裡面喔 所以通通其實不是這樣啦 他跟基督署上解決問題 所以說當然成立 大家會到時候就去問細項 你要負責什麼 然後可以實際上去解決什麼問題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完整的論述 這個還要再去再去說明 那剛剛談到說 這個徐淳英這件事情 就是包含推這個代理人法 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柯文哲蠻故意的 我覺得這個徐淳英蠻可憐 然後柯文哲蠻可惡 柯文哲是刻意把徐淳英 這件事情丟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這個陳志然 陪他去受這個專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專訪內容 其實整件事情是很悲劇的 包含這個主持人就直接單刀直入 就問他說 如果今天這個中共要武力犯牌 你怎麼看 你是不是這件事 你反不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徐淳英他就變得有點牙口無言 他就講這個 不是他們小老百姓可以智慧的 重點是如果你現在是要這個 擔任國家的立法委員 你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大家是要你的態度 不是說你決定要不要 你都不敢講 但他也只是貫徹柯文哲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上次我們在講說這個 藍白會面 金埔森跟黃山會面那一次 針對國民黨提的一個主張 很重要 柯文哲他不敢附和 我們講說反對台獨 反對武力犯台 反對一國兩制 台灣的未來有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民眾黨只回覆說 他們堅持中華民國自由體制 而民主自由體制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反對改變現狀 他不敢講說這個 反對中共武力犯台 反對一國兩制 台灣的未來有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所以 徐淳英很可憐 他只是這個跟著柯文哲走 所以柯文哲當然是故意的 徐淳英最後很有可能 就被他這個丟到一旁去 丟到一旁去說不好意思 不是我不提名你 是這個綠營民進黨 大家一直在攻擊你 但是這個陸配們 告訴你們 我柯文哲很重視你們 我想要把徐淳英排進來 但現在沒有辦法排進來 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你們還是要支持我柯文哲 這是柯文哲的目的 所以我說徐淳英很可憐 被柯文哲利用 但柯文哲很可惡 去這樣子利用別人 吵聲量 吵話題 哇 那這樣子實在是 欸 嘉玲 講個實在話 今天看到這些政策的推出來 我發現侯友宜的 侯友宜的幕僚 還有他的競選團隊 對這一些都沒有研究 直接都丟給侯友宜 或者是侯友宜 自己想到就講 因為因為這個其實 其實在馬英九時代 還有在蔡英文的這個時代 這個都討論過 這個是不可行的一件事情 是啊 所以我才剛講說 其實我們一路上檢驗侯友宜的政策 我們都用新北市來看就知道了 如果說這個政策可行的話 他新北市他早就做了 不是嗎 他到底當市長 他到底有沒有用心 新北市成立一個企圖局 你問問廖遜城局長 看他有什麼看法 就最簡單就這樣子 侯友宜他在市政府 在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問題 他常常都好 比如說市政會議 或是一個新聞 他就講出來 出來後面根本就不理了 也就是說有很多層次的政策問題 必須跨局處 跨單位來做整合 他可以成立任務編制的小組 或是一個委員會 各個局處都可以來 可是他不是 他常常講出來以後 譬如說像這個公務局 就講說我要這個陸屏 我人心帶要整理 後來後面就完全沒有下文了 我問那個局長說 你經費從哪裡來 他說經費滲落在各地 計畫哪裡來 他說沒有計畫 那怎麼做呢 就是說你從新北市長 新北市府的政策 他如何去做 你就可以檢驗他 這個企圖署更誇張了 陳如董剛剛講的 現在家裡也在中央呆過 我在立法院呆過 在行政院呆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到底是人家幕僚寫給你 你就這樣講 不經大腦 還是你覺得你自己真的很行 那以後我們就成立一個幫派署 成立一個風花雪月組 什麼都可以成立一個署 只要你覺得現在有大項新聞 大家會關注就對了 都沒有想到很多是執法上面的問題 從源頭管理 你要從哪裡去管理 這個是全國性的問題 不是你成立一個署就可以超越 所以一個署不會解決一個事情 他衝擊量只能變成侯友宜 當天的一個新聞 而且還變成一個笑話 所以在新北市 我們就看得到 侯友宜其實他能力真的很不好 在這個部分會拋入這個議題 表示他第一個 他不夠專業 第二個他不了解 第三個他不曉得 國家整個行政單位要怎麼運作 這個交給他 新北市交給他 我都很擔心了 何況是國家 太擔心了